美团外卖平台上有一家洗解闸串杭州紫金上乘店 12月3号晚上11点多 小陈点了5串杏鲍菇和16串掌中宝 他说大概4号零点收到了外卖 半个小时吃完 大概是两点半光景的时候 肚子不舒服一直痛 然后还吐了 后来实在是受不了 就拨打了那个医院电话嘛 然后就去了医院 去医院之后呢 医生因为实在是痛得厉害嘛 医生就先给我开了那个止痛针 然后打了那个点滴 血液检查CT那些 然后血液检查出来说是那个血液里面有细菌 小陈提供了诊断结果 上面写的是腹痛 他说当时挂了6瓶点滴 一直到4号中午11点 一共花了600多块钱医疗费 他怀疑外卖吃坏了 点的是杏鲍菇 还有那个掌中宝吐出来的也是这些东西 当天在吃这个外卖的时候 有没有吃其他东西 没有吃其他东西 吃外卖之前是在家里面吃的饭 小陈把情况反映给了美团平台 他说客服人员表示会让店家联系他 可自己一直没有接到电话 就在平台上给了店家一条差评 内容是吃完差点把我送走 一点也不卫生 食物中毒 肚子疼得直接医院打止痛针 当时真的很痛很痛 然后又是吐嘛 给了一个差评之后呢 他就说我是同行 他回复我嘛 他说我是同行说我给他们抹黑 然后叫我且行且珍惜 说实话就是做生意真的不应该这么做的 找到杭州三敦秀礼街上的这家喜姐闸串 江店长说自己不了解这个情况 他看了一下小陈说的这条评论 我们这个比如说店里在忙的时候 看不到这个回复的话 一般我们的所有运营 比如说推广杂商 都是由总部来运行的 就这个回复是谁回的 那我暂时不清楚 因为我今天刚到店里 真是这样的 你不是店长吗 我店长是店长 因为我只有等到别人 有人消息的时候 我是才在店里的 咱们没人管这个平台上 跟这个顾客的回复吗 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去加盟 加盟的时候跟我们说了 有的运营的事情 是由总部统一来运营的 记得在美团外卖上看了一下 这家店有187条评价 其中16条是差评 除了小陈这条 10月4号还有一条 说是餐太辣了 商家回复说 是按照备注出的餐 如果是同行恶意差评 请好自为之 江店长说 最近没有接到其他顾客 反馈吃坏肚子的情况 门店的食材是总部统一配送的 两天进一次货 每次都会分类存放在冰柜里 能保证食材的新鲜和干净 他让记者跟小陈 到存放食材的位置看了看 首先我们不推卸责了 但是假如说 真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肯定也是想解决 以解决问题的态度来 处理这件事情 对不对 医疗费的问题 你把你的手指号留给我 我去跟老板沟通 江店长表示 小陈腹痛 是不是因为门店外卖导致的 还不好说 但他们会沟通处理这件事 小陈后来告诉记者 江店长给他打来了电话 说等他复查完之后 会把医疗费打给他 他接受了 关于小陈所在意的那条评论 记者也联系了 席姐闸串总部 对方后来回复了记者 我们因为是没有办法 回信门店的评论的 评论一般都是门店自己回复的 这个事情的话 我已经反馈给 那个这家公司的租导了 然后租导 学校门店沟通一下 这个情况会是怎么处理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